中秋節 安安 大家好啊 今天呢 剛好是中秋連假 中秋節呢 就是有關月亮的節日啊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去拜道教宗的月亮 是一位女神啊 叫做太英娘娘 昨天呢 中秋節是太英娘娘的聖誕 昨天已經先在家裡拜過了 那我今天就想要找一間廟 來去廟裡面跟太英娘娘祝壽 但是呢 至少在雙北啊 我都還沒有查到說哪裡有專門祖寺太英娘娘的廟 我在內湖這邊找到一間太陽堂 太陽廟 是祖寺太陽神君的 太陽神君跟太英娘娘就是剛好一陰一陽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在一起被供奉 那到廟之前 我想先找看看有沒有花店啊 我們買束花來獻給女神 前面好像有一間花店 花是要住冰箱 包了兩束百合啊 原來是通往B3點的路上啊 我這邊爬 這邊怎麼沒有寫太陽廟 那我看地圖其實不用爬太多的山路啊 所以應該走一下就會到了 應該就是這裡 這裡的太陽廟 哇 要一段往上的階梯啊 人家已經不怕階梯啊 自從上司去虎山爬了一堆階梯之後 我已飛昨日的我啊 這邊就是內湖太陽廟 進來之後別有洞天 廟不算大 小小一間 但是進來之後蠻舒服的 正殿對面的風景 好 我剛跟這邊的神明還有太陽神君上完巷 那我們現在先來把花插上去啊 好 綿芒幫我準備兩個花瓶 稍微修短夜 哇 擦起來蠻漂亮的 我們來加點水 這邊有兩盆信仲 來給太陽娘娘祝壽的花 這裡有很多神尊 關聖帝君 武財神 土地公 中間這邊還有一尊 拿著金邊的太陽神君 太陽神君的法相很像一尊神明 就是王天君 拿著金邊之後更像 要不是手上有捧一個日治 真的會誤以為是王天君 進到鎮店裡面 有一尊超大尊的太陽神君 兩側應該就是太陽神君的健健將君 太陽神君價錢就是我們上一支裡面介紹的三貫大地 然後有一尊金光相像的太子 這尊感覺應該是新開光新安座的 感覺非常新 蠻妙的是他們龍邊的這個神竿 也安了一尊太陽神君 大殿裡面有兩個地方都是安奉太陽神君 目前常見的太陽神君的法相就是紅面 然後紅須三眼 然後手捧著日 然後這邊就是尊者 其實就是十八羅漢 然後這幾尊神明他們的聖號裡面 我們看都有什麼龍虎兔 然後這其實這幾尊就是二十八星宿的新君 因為每個星宿都有屬於他的圖騰 所以都會有一些動物啊或是神獸的名字來命名 普遍的神龕 就是我們這次主要來參拜 要來祝獸的太陽娘娘 太陽新君 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太陽娘娘的神尊 太陽娘娘又是女神的相貌 然後手會捧著月 這邊有一尊比較小尊的太陽娘娘 然後感覺有點年代 有信儂帶保養品來獻給太陽娘娘 女神都是會送一些胭脂水粉 這邊算是厚墊嗎 哇裡面有很多神尊耶 走到這邊門口突然一聲耳鳴 哇正殿太陽神君後面 有一尊超大尊的太陽娘娘 必須抬頭仰望 非常大尊 也可以那麼近距離看到 蠻震撼的 我這樣平視的話 只要太陽娘娘的腳邊 哇這邊這個不知道是廟方放還是信眾放 就放在太陽娘娘的神尊腳邊 很多胭脂水粉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 太陽娘娘神尊底下都有塞錢耶 這是信眾塞的還是 還是說是可以求的 九藥新君 這一尊好像是趙君 私命真君 這幾根神明沒看過耶 這兩尊還蠻特別的 這兩尊還蠻特別的 一尊舉左掌一尊舉右掌 一尊舉右掌 角度就剛好可以看到 太陽神君跟太陽娘娘 我剛沒注意看 正殿最外面這尊 我剛詢問師兄 這是一尊財神爺 那太陽堂裡面的太陽神君呢 其實最早是在日據時代 一名李姓道士的家神 他們後來呢 才到松山那邊去建廟 讓信眾參拜 但是呢不巧啊 那個時候的日本政府 正好要興建松山機場 所以呢 他們就被迫拆遷 還好啊 他們後來跟那個時候的政府 過旋 才得到許可 就搬到現在內湖這邊 重新建廟 一直至今 有一本經書可以去讀一下 這邊太陽妙印的 好 走下山去 這個角度看還蠻漂亮的 古代的時候呢 帝王除了祭天跟祭地 也祭日跟月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 古老的一個信仰日月 所以在很多宗教裡面呢 日月呢 的神格其實都蠻高的 像在佛教裡面 也有所謂的日月光菩薩 那在民間呢 常常會把嫦娥 比喻為太陰娘娘 那在道經裡面呢 這形容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 至陽之經為日 至陰之經為月 日月呢 都是由先天的自然之氣化成的 那我們常常講 嫦娥奔月嘛 那你也要心有月可以奔嘛 對不對 所以我合理推測啊 嫦娥應該是 就是月宮上面的一位仙子 並不是太陰娘娘 那在道經上呢 有一段記載 形容了太陰娘娘的形象 暗形容作戴心罐 涅珠呂 珠呂就是紅色的鞋子 因為以前只有 非常顯貴的人 才可以穿紅色鞋子 衣術殺之衣 就是穿白色的衣服 走持欲檢 嫌七星金箭 垂白玉還配 感覺就是一個 穿白色衣服的女神啊 這個形象讓我覺得有點像 金庸小說裡面的那個 小龍女 心裡就會出現那個形象 古時候有一個習俗啊 叫做 男不拜月 女不祭照 那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形容嘛 太陰娘娘是 一尊很美的女神 那如果 以以前封建時代來說啊 一個男人 跟一個很貌美的女神 下跪叩拜 會顯得有點 不倫不類啊 所以以前會有這個習俗 就是禁止 男人拜月 傳統習俗啊 其實也是跟著 時代變遷 像一直到現在 也沒有所謂的 這個禁忌在 像我剛剛就是拜的月嘛 對不對 那應該很多人都有點納悶啊 為什麼我每次 拍到後來天都會黑 因為我就是下午出門啊 再加上交通時間 到了廟裡呢 我就會先參拜 然後參拜的時候呢 我還會稍微想一下說 等一下要怎麼拍 再來才是正式進入拍攝 那拍攝的時候 要花也是蠻多時間的 盡量拍多 然後回去你才有東西可以撿 如果又看到什麼不太了解的 還要跟廟裡的廟公 或是師兄師姐 請教一下 因為這樣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通常呢 整個下午一定都會去掉 所以 一拍完出來 就是 就是這個天色啦 那我今天要去 內湖的737巷吃 好今天就先這樣啦 我們一樣下支影片見 內湖737巷 點了一碗 紅沙混沌麵 這個混沌是讓你們自己做的 如果我吃了幾次 我還不知道裡面到底是包什麼 哈哈 拿這個麵是拉麵 這蠻有嚼勁的那一種 這蠻有嚼勁的那一種 我帶你去看 這個月亮 這蠻有嚴肅的那一種 我現在要吃了 很快 很快